我们来看高雄市发生这样的状况 有一个果菜市场要举办这个春酒 结果停车场有辆轿车是挡到舞台驾设的区域 但车主没有办法移车 结果市场管理员居然一响天开 他用堆高机绑绳子 将打在停车档的轿车硬拖离开 当时发生巨大的声响 这修车师傅看到画面也说这太离谱了 因为这样硬拖的话 变速箱可能会整个段落 绳子绑在绿色轿车车头另一边固定在堆高机上 接着开始拖车 这不是什么拉力测试 而是果菜市场停车场要办春酒 这辆轿车挡住了舞台驾设 恰巧车主要在外地无法移车 于是车子就被用堆高机绑绳子硬拖 轿车打在刹车档被锁死的轮胎 在被硬拖的过程中 还发出刺耳的摩擦心响 这画面看在修车师傅眼中直呼太夸张 那不可以啦 它起了 那变速箱就走那个主车档 那个都滚了回去 变速箱就坏了 这样拖太离谱了 他应该用那个啊 拖轿车啊 不能用这个拖啊 拖车为什么太离谱了 我拖坏掉啊 连民众都看不下去 因为打在停车档的轿车 被巨大拉力硬拖 轮胎磨损不说 最严重的是变速箱会坏掉 收起车来动辄好几万 邀请那个吊车 可是打电话吊车 然后礼拜天 有第二个人嘛 然后是人家要搭裤 对 我想说 不然就拖得拖一下 当时拖车的果菜市场管理员解释 因为当天是假日 临时找不到拖吊车 才会想出用绳子绑堆高机硬拖 实在是没想到 这样拖车可能会损害车辆 对车主非常抱歉 中天新闻季博士包金仪 高雄报道